此前在韩国进行的最不受欢迎国家票选中,我们国家位列第一。 网友调侃道,遗憾的是,我们早已选出了最不喜欢的国家。 至于具体是哪一个国家,相信大家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在奥运会期间,日本乒乓球界的几位运动员与我们的乒乓球选手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这也使我们误以为对方是友好的。 然而,我们几乎忘记了,无论如何,日本运动员终究还是日本人。 奥运会刚结束不久,这些日本运动员的真实面目就已经暴露无遗。 痴人说梦的石川家纯。 众所周知,听坛里早已流传着石川家纯对马龙心存好感的传闻。 每当记者询问他是否有心意的对象,他总是笑着回应。 我确实有心意的男生,但他是我的偶像,而我只是他的粉丝。 每当被问及最希望与哪位选手合作时,他的答案始终如一——马龙。 遗憾的是,马龙早在2017年便已经步入婚姻殿堂。 于是,石川家纯在许多网友的心中被赋予了求而不得的暗恋情结。 多年后,石川家纯重返奥运会,以解说原身份为日本出境,再次遇见了马龙。 多年未见,再次重逢暗恋已久的偶像,许多网友脑海中已经上演了一出偶像剧。 在七夕这天,石川家纯给国平选手们都送上了礼物。 当他把礼物递给马龙时,脸上洋溢着幸福和满足。 网友们纷纷表示,磕到了。 他越是这样,就越容易引发一部分人的联系。 为他多年的单身感到心疼,为他的爱而不得感到心酸。 然而,奥运会刚结束没多久,他便从拳网的心疼对象变成了拳网的谩骂目标。 刚刚对石川家纯产生了一些好感,结果瞬间被狠狠打脸。 早在奥运会开幕之前,他便与张本志和一起前往日本的东乡神社参拜。 这个神社供奉的是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巴郎。 这位战犯曾双手沾满中国人的鲜血。 在日本人看来,他是一位战功卓著的大将。 然而,在中国人看来,他毫无疑问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宿敌。 曾参与过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屠杀了无数中国人。 身为日本人,石川家纯在赛前进行祭拜实属理所当然。 很抱歉,但要赢得中国人的喜爱,这可是个雷区。 既然已经触碰了禁忌,就不要再幻想能够获得国人的喜爱。 曾经科他和马龙的网友们,如今也纷纷情绪崩溃。 从最初对两人的惋惜,逐渐演变成了幸好马龙没有娶他。 不得不承认,大部分中国人依然保持着相当清醒的头脑。 有网友异于重地,雄瑶剧最终演变成了抗日剧。 在他参拜神社的事情曝光后,马龙也立刻取消了对他社交账号的关注。 我们国平的骄傲果然名不虚传,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始终保持着清晰的立场。 石川家纯因为触碰到了禁忌,仅仅失去了自己的爱情。 然而,接下来这位却直接断送了他在中国的财路。 中国捞金梦破碎的早田西娜。 早田西娜曾是中国球迷十分喜爱的日本运动员之一。 国内的粉丝们还为他取了一个特别亲切的昵称苹果奖。 在奥运会上,比赛失礼时,他眼含泪水,哭得如梨花待雨,令人十分心疼。 曾多次与国平交锋,但每次都难逃败北的命运。 经过多次交手,我逐渐与樊振东、孙颖莎等人成了朋友。 奥运会刚结束时,他还晒出了与国平队员的合影。 这让人感受到一种体育超越国界的和谐氛围。 许多粉丝因为对孙颖莎的喜爱,进而也对早田产生了好感。 8月12日,他还注册了微博账号。 他的第一条微博就晒出了与樊振东的合影, 并透露使樊振东建议他开通微博,与粉丝们互动交流。 樊振东当时绝对没有预料到,自己竟会引狼入室。 他的一连串行为蒙蔽了许多人, 让我们产生了他对中国非常友好的错觉。 谁能想到他一回到日本,真面目就暴露无遗了。 在日本接受采访时, 他居然提到自己想参观鹿尔岛的特工和品馆。 神风特工队确实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直接产物。 二战后期,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已走投无路, 此时该组织应运而生。 然而他贼心不改,仍试图苟且偷生。 因此,组建了这支队伍, 以自杀的方式对敌人发动攻击。 特工队的队员驾驶飞机, 利用自身作为武器直接冲撞美军舰艇。 日本设立神风特工队纪念馆的初衷, 表面上是为了警示后人维护和平。 然而, 他真正的意图又有谁不明白呢? 这不就是在美化战争赞扬自杀吗? 让人感到滑稽的是, 早在2004年, 日本竟然妄图将该馆收藏的自杀队员遗书等物品 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目。 真是厚颜无耻, 完全不知天高地厚。 毫无意外的, 这也引发了多个国家的强烈反对。 如今, 早天西纳在接受采访时, 已经能够公开表达出自己想参观的愿望。 恰逢8月15日, 这个民族情感激昂的日本投降纪念日, 那他就别指望能得到中国人的欢迎了。 事情发生后, 樊振东和孙颖莎立即取消关注他的微博账号, 迅速与他划清了界限。 早天西纳的捞筋计划刚刚启动, 便已宣告失败。 以他的受欢迎程度来看, 他本应表面上装做一个日本友人。 对中国态度友好一些, 之后接待严的机会就不会少。 他刚回到日本就暴露了真面目, 难怪网友们纷纷抨击他。 事实上, 他在出发前往巴黎之前, 就已经难以掩饰内心的野心勃勃。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 他们一直专门针对中国选手进行训练, 应该让中国选手感到更加紧张。 不仅在中国的捞筋计划已告吹, 甚至接下来能否参加在中国举办的大赛都成了疑问。 9月份国内还有两场重要赛事, 其中一场是9月9日开赛的澳门冠军杯。 另一场比赛将在9月底于首都举行, 这是北京大满贯赛事。 根据早田的排名, 他理应参加这两场比赛。 如今, 他的这些言论已经在全网引发了广泛的抵制。 许多网友强烈呼吁全面封杀他, 甚至直接向拼携C主席刘国良发声, 要求禁止他参赛。 接下来就看拼携会采取什么行动了。 总之, 早田希娜在中国的发展道路, 可以说是被他自己亲手切断了。 不该被心疼的张本之和。 在奥运会期间, 有多少人感叹着心疼张本之和呢? 出生于中国, 但拥有日本国籍。 在奥运会上为日本赢得金牌。 然而, 由于实力不足, 最终未能收获任何奖牌, 连一枚奖牌也未能获得。 他赢了, 会被中国人骂, 输了, 又会被日本人骂, 实在是有些可怜。 看到他那副心灰意冷的样子, 许多网友都感到心疼不已。 谈到这一点, 许多人一定会感到好奇, 他在中国出生, 为什么后来选择了加入日本国籍? 事实上, 这一切都得从拼携的养狼计划谈起。 我国的乒乓球水平在全球范围内 始终保持着绝对的领先地位。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 国拼在对外比赛中取得了全胜的战绩, 毫无悬念地包揽了全部四枚金牌。 俗话常言道, 忧患使人生存, 安逸令人沉沦。 这种全胜的局面 不利于我国乒乓球的长期发展。 因此, 自2009年, 蔡振华担任拼携主席后, 便提出了养狼计划。 正如字面意思所示, 就是要培养一些狼。 既然对手实力不济, 那我们救助他们以臂之力促其成长。 因此, 国内的乒乓球人才当时被派往国外任教。 张本智和的父亲张宇, 也是外派任教的人员之一。 父亲曾是四川省乒乓球队的运动员, 母亲则是国家队的成员。 原本只是去执教, 没想到2014年, 他竟然带着儿子和女儿一起更换了国籍, 成为了日本公民。 养育出来的儿子, 常常把战胜中国队挂在嘴边。 此前提到, 他在奥运会开始前, 曾与诗川家唇一同前往神社参观。 张本智和, 是否还记得, 自己的血液里流淌着中国人的血脉?